香港日记 第五章 帝国的落日余晖 1996年6月12日至16日 内部分歧昂山素季 作者彭定康 播讲 夏秋年 6月12日 星期三 陈芳安生和我在临时立法会上的分歧日益明显 他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演说时表示 虽然取消目前以公平选举产生的立法局是错误的 但我们显然该把焦点放在继任者具有多大的代表性 这被视为我方立场的软化 许多漫画家借题发挥 例如在《苹果日报》的一幅漫画中 我被绑在不知通往何处的铁道上 安生则在另一条平行的铁道上加速行驶 试图赶上前方的直通车 漫画总是能反映出人们心中的核心想法 安生应该在我们之间创造一些空间 这并不令人惊讶 我想也是合理的 我相信我们能确保这不会成为实质上的政策问题 而只是简单的表述问题 在安生准备针对最惠国待遇前往华府游说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时 我就和他谈过这个问题 我们一致认为这主要是语义上的问题 临时立法会并不会包括任何民主派人士 因此很难称得上具有代表性 下午我和王一鸣巡视完住宅后 便在下午的电话访谈中尽可能强硬地指出这点 我们为运输司鲍文举办了西别晚宴 他的家族来自印度 如今在香港生活了超过一个世纪 但他不是中国人 因此不能在1997年后担任高级首长的职位 这项明显的种族主义政策 在经过基本法的讨论后 刚刚获得共识 中国有权利这么规定 像鲍文这样的人 因为中国的种族主义和英国内政部的坚持 而左右为难陷入困境 英国内政部不愿意给香港 大约7000人的南亚社群在英国的拘留权 鲍文魅力十足又相当能干 我们已经为他谋了一份差事 让他担任我们的公务员虚用委员会主席 负责监督公务员全序制度的健全性 讽刺的是 这套制度却对他极为不公平 有关1997年后的职位争夺战 出现越来越多的流言蜚语 而董建华显然是角逐香港特首之位的领先者 据传 董建华的竞争对手 尤其是罗德成 企图对他使出阴谋诡计 多年来与董建华不和的亨利·凯瑟克 如今试着放下过去所有的恩怨 他邀请董建华参加晚宴 宛如香港版的金箔盛会 意著金箔盛会是英格兰国王亨利·巴士 和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事 于1520年举办的峰会 目的在于促进两国之间的友谊 6月14日星期五 今年我们能够在外面的草坪举行女王招待会 并再度由警察乐队进行明金收兵仪式 音乐总监法兰克·帕金森是来自英国布里德林顿的北方人 今年要退休了 所以我用几句话向他致意 并送给他一张签名照 为什么我们总是给别人签名照 他们会骄傲地摆在布里德林顿家中的餐具柜上 还是深埋在底层的抽屉里 法兰克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 闪闪发亮的大光头总是闪烁着晶莹的汉珠 就是因为有他这种人存在 圣经才有地上的盐一词 意著地上的盐指天主的子民 即诚实善良的信主之人 明年大英帝国就要撤离 今年乐队指挥必须先启程返乡 乐队行进时 他们演奏了生日快乐歌 在人群中 我从项链认出我身旁的女子 是圣大卫·威尔斯协会的主席 她问我 今天是你生日吗 原来我是香港的老女王啊 6月15日星期六至16日星期日 詹姆斯·劳敦和妻子珍这几天住在我们家 我和詹姆斯曾是同事 在卡林顿男爵担任保守党主席期间 他真心痛恨这份工作 我是男爵的政治秘书 而珍是我们的私人助理 我们带他们夫妇俩上船 我想起了包定里曾经说过的小故事 当时他和朱利安·艾莫里在同一艘船上旅行 炎热的下午 他们沿着船的周围游泳 朱利安对他说 你想想看 我刚开始从政时 我们在全世界有大约100艘这样的船 这是看待大英帝国历史的一种方式 第二天 我们带他们参观中国的边界城市深圳 我描述了1979年 第一次来到这个边哨战时 所目睹的种种转变 但没有人相信我 当时这里只有蜿蜒的河流 种满蔬菜的田野和静谧的村庄 如今 原始的资本主义火花在此迸发 丛林法则决定一切 只不过换成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风格 李伟略在缅甸待了一个周末后 安然无恙地回到香港 他在复活节的时候去缅甸 并在当地见到昂山素季 不久前他才见过他 这次他带了一些影片给他 让他和同僚一同欣赏 昂山素季喜欢和他们在周末聚会 一起看场愉快的电影 培养感情 他挑的电影都很有趣 不是太有趣的那种 他以为自己会在这个周末被逮捕 但谢天谢地 他平安无事 本周李光耀就缅甸问题接受采访 自然是站在军方的一边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